Hello,大家好,我是老黄 最近老黄收到了很多私信 很多小伙伴的话都是约约遇事 等着618的一个活动 而且都是自己准备了充足的资金 好好的去搞一台自己心满意足的主机 所以很多的私信内容就是 老黄,我有1万块钱的预算 怎么去搭配一台主机 怎么去选CPU显卡 我们来先说一下CPU CPU的话,1万块钱的预算有几个选择呢 3700X,3800X,9700KF 如果你们关注过我昨天发的视频的话 3800X与3700X的一个对比 3800X要比3700X贵200块钱左右 实际的一个性能差距的话几乎是没有 在游戏方面的话基本是持平的 所以在CPU选择方面的话 我们就一个3700X与9700KF去选择 我们再来看一个价格方面 9700KF散片的一个市价现在是2500元左右 如果它去搭配一个入门级的Z390主板 大概在1000元左右的一个主板 那它的一个主板加油的一个组合来到3500元了 再对比一下3700X散片的价格 目前散片的价格是1900元左右 它只需要搭配B450主板就可以了 一块普通的B450就可以完全支持3700X 价格应该是在600元左右 那么3700X搭配一个B450一个组合 它只要2100元的一个价格 它这个价格连9700散片一个CPU的价格都没有到 版U的组合价格对比差有1400元 这1400元的价差你能做什么呢 一块ETB的固态 还有就是原本上的2070S显卡 可以升级到2080S显卡 同样在1万元的预算之内 9700KF搭配2070S好呢 还是3700X搭配2080S玩游戏更好 我的答案是3700X搭配2080S 毕竟游戏还是突出的显卡的性能 CPU是作为辅助 视频的最后呢 老黄推荐两套配置 一套就是9700KF搭配2070S 预算是在1万元之内 另外一套就是3700X搭配2080S 同样是1万元之内的一个配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